在紐西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在紐西蘭日出而作 日落 在紐西蘭日出而作 在紐西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在紐西蘭當地人很少 主要都是遊客 人口密度非常非常低 在紐西蘭人口非常非常少 在紐西蘭當地人口非常非常少 大部分你看到的人都是遊客 人口密度非常非常低 紐西蘭人口密度非常低 你看到的人都是遊客 紐西蘭當地人非常非常少 人口密度非常非常低 你看到的人幾乎都是遊客 紐西蘭時差快了台北五個小時 紐西蘭 紐西蘭時差 紐西蘭時差快台北五個小時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紐西蘭的天氣 紐西蘭的天氣也非常 紐西蘭的天氣也非常 紐西蘭的天氣也非常不穩定 紐西蘭的天氣也非常不穩定 下雨或是天氣好 全部都要看運氣 那日夜溫差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可以差到30度左右 那日夜溫差呢 所以你出去玩記得要帶一下雨傘 出去玩 出去玩記得要帶雨具 出去玩就記得要帶雨具 出去玩要記得帶雨具 但是雨傘的話風非常非常的大 是會把人吹走的那種 所以你的雨傘也有可能會被吹飛 所以你就要看看到底要住在飯店裡等雨停呢 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就要記得 所以出去玩就要記得帶雨具 那如果你用雨傘的話很有可能會被風 所以你出去玩一定要記得帶雨具 所以你出去玩一定要帶雨具 所以你出去玩一定要帶雨具 不然你就在飯店等 因為你出去玩就一定要 出去玩就要記得帶雨具 那但是你帶雨具 出去玩就要記得帶雨具 但是你用雨傘的話呢 紐西蘭的風真的是爆炸大 是感覺人框被吹走的那一種 所以你的雨傘很有可能就直接爆炸 或是直接被吹飛之類的 所以 你去玩吧 然後你去玩吧 你去玩吧 你去玩吧 就算了